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肝脏三分之二 取出了1.1公斤的肝囊种 不过她现在的身体状况算非常好的 曾经在鬼门关前走一遭 另外一位是前政治人物黄敏公 你现在上Google打黄敏公 出现外单公 五指通心公 她也曾经在鬼门关前走一遭 那时候急性肝衰竭 住院非常严重 必须换肝 她接受治疗 后来在病床上做了这个动作 一做40年 救了她一命 什么是五指通心公 今天她会亲自示范 另外要告诉大家 明依说其实肝癌 初期的时候是有救的 这是最新疗法 叫做围囚栓塞 再加上微波消融 早期的肝癌完全消失 来介绍今天的明依群 首先欢迎北医癌症中心 肝癌团队召集人 萧花内科主任高伟玉主任好 文英好 大家好 预防医学洛桑家餐院长好 文英好 大家好 中医师郭大伟院长好 文英好 大家好 以及欢迎我们知名的 黄敏工理事长立正好 文英好 大家好 欢迎苦林老师 文英好 大家好 美女营养博士吴应荣老师 文英好 大家好 把针插在肿瘤里面 然后随着加热之后 可以让肿瘤整个做个破坏 烧到大概6到7公分 而且超过6年都完全没有复发 你看它的肝胆脾胃 都是这个颜色 肾气虚不等于肾亏 千万不要提怨气 怨气变成癌症 砍怨气 心里需要默念什么吗 我手上这是 苦林老师的新书叫做 《最后书》 好 这里面还有讲 讲到说 检视一下它的全体 整体都已经海撩撩了 来 老师 当时媒体说你是黎癌 你赶快澄清说你不是黎癌 是肝囊肿 媒体把我肆癌 已经不止一次了 所以大家 因为那个 其实我是已经经过一年了 去年元月的时候开始 就是因为肝病毒400万个 再加上我的 发现14.5公分的肿瘤 那时候不晓得是良性还是恶性 然后就病发了 就爆发忧郁症 然后就医生就跟我说 那你最好做智商 我说智商要多少钱 他一讲到价钱 我说那还是算了 我说那他就说不然你自我疗愈 就除了给我药物之外 你自己写日记这样子 所以我就慢慢自己写日记 自己跟自己对话 也包括跟我增上的病毒对话这样子 然后过了 到了9月才手术 因为中间碰到疫情什么的 手术之后大致情形就好了 所以我那本日记就写到10月8号 我以为那是我人生最后一本书了 所以我把它叫最后书 对 到了今年的1月的时候我就想说 既然我没死 那我就把这个去年1月的1号的日记 拿出来登在脸书上 然后我有写是去年的日记 2021年 可是大家一看 大概很多人 也许他们心里也有这种希望 一看离癌 所以媒体就开始报道说 我得癌症了这样子 对 那媒体也很好玩 就是说我得癌症他们都报 然后我赶快去跟证 曾经说我没有癌症我是肿瘤 是肝囊肿 对 所以你今天要告诉大家你是肝囊肿 囊肿 囊肿 对 然后就是良性的就对了 但是他们就都不报了 是肝囊肿 是 这个肝肿瘤占据肝脏的三分之 哇 跟葡萄柚一样大 葡萄柚 医生说那你先吃药 降低逼肝病毒的量 才能动手术 取出了1.1公斤的肝囊肿 鬼闷关前走一遭 你那时候的症状很特别 听说一个嘴巴咸 对 第二个很累 对 我这三个症状 一个是嘴巴很咸 然后一个是耳鸣很厉害 然后一个就是那个很容易疲累 那我是去看一个中医的好朋友 就这中医师居然建议我去看 西医的肝脏口 就转转检查 才发现了这个 就病毒的数量到400万个 因为我本来就有鼻肝病毒代言 但是一直没有发作 但这一下发现就400万个 非常严重 然后又有囊肿 14.5公分也很严重 如果那是恶性的 应该是默契的 所以就必死了 但是因为那时候医生说 你要把鼻肝病毒降低 手术才比较不会危险 所以就要先吃药 降这个病毒 所以一直到9月份手术的时候 才确定说这不是恶性的 才知道我不会死 是肝囊种 过大或破裂 一样潜藏危机 它俗称叫做肝水炮 一般民众发生率 大约是10%左右 多数是无症状的 后发是在右页 不用处理 假设有症状 腹痛的话 腹脏的话 恶心呕吐发烧等等 治疗方式就是细针进行 囊泡抽吸数 加上引流管或者是开刀 您现场有一位铁粉 你知道哪一位吗 来 郭院长 你从小到大铁粉 你很 在出书的时候它很小 那个时候就在看你的书 来 听说要给一道方子 对 其实我们小时候 在念书的时候 我们这个情书的饭本 就是苦林老师的书 对 所以我一刚开始听到 苦林老师 李雅 我真的是非常地难过 从此以后可能失去了 一个写情书的一个范例跟模范 那我们这边推出了一个 要介绍给苦林老师 一个相当好的一个 中医的养生的一个药材 那我们这边的一个药材 包括像前面这个所看的 这个角鼓兰 还有这个金银花 金银花 还有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杭菊花 杭菊花 还有枸杞 枸杞 还有黄杞 那角鼓兰大家可能都是耳熟能详 它又称之为七叶胆 又称之为五叶参 主要是因为它泡起来 或闻起来有一点人参的味道 所以它又称之为南方人参 那主要是因为它里面含有 非常丰富的多糖体 还有皂肝 就像我们人参一样 讲床它有皂肝 所以它主要对我们饱肝的作用 就来自于它多糖体跟皂肝 还有这种黄铜类的作用 那这样一道 非常好喝的一个茶饮 其实可以当为一般 像肝脏慢性发炎 或本身有米肝带员 或吸肝带员 甚至长时间熬夜的一些患者 你可以把它当成水来喝 或当茶来喝 但是还是会建议因为角穀兰 金银花还有菊花 本身是属于比较苦寒 因为它有清热解毒的作用 所以我们才配了黄旗可以补气 狗旗可以帮你打底补肝益胜 那还是会建议 不要空腹的时间喝 不要太长喝 重病极止 为什么很多的肝癌 是一发现就默奇 这些名人是因为肝癌离世的 像是资深艺人蔡头 还有王光辉 以及史上最强的绿越士吴梦达 我请主任拿模型来讲 老师它是肝囊肿 还好没事 肝囊肿到底是什么 它是哪一个位置 那么肝脏就长在我们的右上腹 然后肝脏原则上有分八页 在医学上分八页 然后结果上就有分右页跟左页 左边四页 右边也四页 肝脏肿是一种良性的肿瘤 那耗霸率就像刚刚文艺主持人讲的 大概发霸率大概10%左右 那有些文件可能不到5% 原则上是以右页为主 因为右页比左页大 右页为主 那大多数的是女生比男生稍多一点 然后大部分人都没症状 因为肝脏算一个沉默的器官 它没有神经 所以肝脏有时候长到十几公分以上 可能也不知道 没有什么感觉 那老师说他嘴巴咸容易累 这个症状是合理的 应该是没有相关的 对 肝脏肿应该是没有症状的 对 因为我后来手术都完了 我嘴巴还是咸的 然后再去看那个中医朋友 他说你是肾虚 你还是累的 原来真的是没有相关的症状 那相关的症状是这个吗 这个是眼白变黄 疲劳水肿沉默沙种 肝癌的十大症状 体重下降 疲劳 恶心 呕吐 还有包含 这个是眼睛变黄色以及出血 我们来看到这个个案 主任来说明64岁的男性 他有糖尿病 高血压 心脏病 他没有B肝或C型肝炎的代源 可是你看红色的部分是右上部 跟中下背有背痛 好几个月了 发现三公分的肝肿瘤 后来你说这个是肝癌 合并多处的骨头转移 他接受口服的标靶治疗 以及放射治疗 还有骨科手术治疗骨头转移 所以下背痛是一个警讯吗 主任 因为其实像刚刚前面讲的 肝脏是没有神经的 绝大多数的肝癌 其实是没有症状 如果出现像这些肝脏的症状 通常都是比较晚期的 原来上肿瘤可能已经吃到血管了 或是有转移了 然后会影响食欲 出现黄胆 那有些人因为他有肿瘤加肝硬化也功能比较差 会出现胃食道经脉曲张 那就会有出血的风险 那肿瘤比较大 如果压到旁边的骨头 或是附近的神经的地方 他就可能会疼痛 像我这个个案就是因为腹痛 现在诊所做了超音波发掘一个肿瘤之后 转到我们北医的腹射医院 然后做相关检查 可以知道他的骨头已经有很多的地方 黑点就是有转移 黑点是转移 转移的地方 对 所以他就是可能他有肋骨也有转移 所以他腹痛也有可能是肋骨也有转移 背痛是因为脊椎有转移 他多处都有转移 所以又做放射治疗 有止痛跟治疗效果 他转移的肛癌 现在健保都有几副 很好的标靶药物 所以我们同时用全身性的标靶药物 治疗肝癌本身 转移地方有做个局部的治疗 好清楚 早期的肝癌是有救的 这是最新技术疗法 叫做微球栓塞 再加微波消融 所以关键早期肝癌 早期肝癌完全消失 但这个个案是他解黑便 你能说明吗 这个是治疗前跟治疗后 也就是做了这个合并超音波导引 定期追踪六年没有复发 那像刚刚强调就是 所有的癌症 一定早期的治疗效果比较好 那如果早期的癌症 如果说是第一期的癌症 五年的存活力可以到六到七成 当然如果说是晚期的癌症 可能平均存活的时间 可能只剩下三到六个月 这差别很大的 那如果早期发现的话 因为我们利用肝癌 像刚刚讲肝癌是以肝动脉供应的 是一个动脉的营养的血管 所以我们用一个 维求的动脉酸塞的方式 就是把供应营养的血管 把它塞坏死 塞坏死之后 肿瘤它原则上就是缺血坏死 因为已经塞了肿瘤之后 肿瘤附近的血管被塞死之后 它一来是肿瘤会逐渐坏死 然后我们种微波消融素 用热人的方式 旁边的血流也不会 因为我们有旁边的血流 也不会热人被血流带走 我们同时就用这两种合并的治疗方式 可以烧到大概6到7公分 而且这病人追踪很好 但目前都在我们人追踪 它已经超过6年了 都完全没有复发 微波消融素 它治疗方式就是一直针 穿透皮肤进入肝脏当中 在肩针上迅速的加热 消融肝脏的肿瘤 皮肤是0.5公分的伤口 伤口很小 手术时间很短 术后8小时可以下床 隔天能够出院 现场来执行 我们有请助理进场 这一块就是一个 四溢的洋菜胶 我们在做电烧的时候 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 电烧的效果 像刚刚我们先做的这个球 一个白色的球 就是我们烧起来的这个圆形 这新一代的微波针 跟我们传统的色瓶烧灼针 算同样是用热人的方式 破坏的肿瘤 但它这个新一代的微波消融针 它有一个比较精准的效果 精准的意思就是 它可以随着我们电烧的时间 跟调整的机器的瓦数 随着时间可以决定 要烧多大的球 可以烧小球大球 意思是说 现在一根针可以烧死肿瘤的意思 这根针是现在插上 很像碍玉的这一块里面 主要要示意说 它现在已经渐渐灼热吗 对 现在就是在加热过程中 可以看到这个有起泡 白色的地方 就是我们预期要烧的范围 这个是我们加热的针间 我们原来上是从针间的地方 发一个热能波 然后逐渐在加热过程中 可以看到我们肿瘤就是 我们会把针插在肿瘤里面 然后随着加热之后 可以让肿瘤整个做个破坏 它已经越来越大 那个小白点 对 这意思代表 就是说我们在烧 这就是我们预期的烧灼的范围 我们这样烧灼的好处是说 因为像这伤口就跟原汁比出气差不多 才0.5公分 跟传统开刀有个比较大的伤口 它一来伤口很小 然后电烧完之后 我们只要预防它出血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沙袋压4小时 平常8小时之后 原则上隔天就可以出院 因为伤口非常小 然后原则上隔天就可以出院之后 就可以及早回去工作 那个叫划罐对不对 非常响亮的声音 等一下现场会示范 不过这个个案是 啤酒度跟肝硬化 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性 65岁 计程车司机 他有逼肝的病史 像拼命三郎一样的工作 晚上还要喝酒应酬 把肝给累坏了 多次猛爆性肝炎住院 有一天开车的时候 边开车边吐血 送急诊才发现 这个叫做肝硬化 引发胃静脉瘤破裂 才出血的 这是一个65岁 外形高速的一个机车车司机 他几乎每天都在载我 像我去云林上班 他会来接我 我们医师下班 他从诊所载到我们云林的高铁站 有一天他突然之间 晚上来接我的时候 我问奇怪 为什么今天开车这么奇怪 边开车边往外吐东西 我说你干嘛 他转头过来 嘴巴还含着血管吓一跳 吐血 对 他就问我说 郭医师 你可以开计程车载我吗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开计程车 他不是在吐槟榔吗 对 我以为他吐槟榔 我想说人家外国人说 台湾很厉害 一边吐血一边开车 原来他真的是吐血 对 我就帮他把车开到云林高铁旁边的 台大的急诊室 放着我才回家 隔天我问他会说 你状况好不好 他说医师说 我猛爆心肝炎需要住院 原因为什么 因为可能前阵子 因为怕进医院 怕被感染 所以跟医师约好的时间 他没有去 没治疗 那其实他在我们的时候 他常常 我就问他说奇怪 为什么你的手都红红的 他说没啦 你长时间握方向 反而握到红红的 其实我跟他说这不是 这像肝掌 肝掌就是非常典型的 肝硬化病人的一个表征 就是说他的红会出现在 鱼记机 大鱼记机处跟小鱼记机处 就很像我们在盖章一样 那种红 为什么会很红 苦林老师有肝掌吗 大鱼记的部分是在 大鱼记机在这里 小鱼记在这里 可是你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说 苦林老师他的大鱼记机 非常地正常 可是他小鱼记 这个颜色非常地深 其实就很像我们 盖章一样 手掌让镜头拍一下 苦林老师 所以他这样到底 干的功能还是要注意一下 好 我们马上来 敲敲苦林老师的肚子 叫做扣诊是吧 对 可以吗 老师 可以被扣诊一下吧 来 院长有请 老师我们先请躺着 基本上来讲 像我们西医在扣诊 肝肝患者没有这种脏器 大概都这样扣 其实这种肝炎的患者 他在敲的时候 不会听到这种 哭哭 空气声 他所听到的是会一种水声 所以其实我们这样剪裁 苦林老师他的肝脏 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 才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滑罐强肝法 一般都是用在 我们为了让一些长时间熬夜 或者是肝有慢性发炎的患者 然后来解除他一些病痛 甚至像有一些 他长时间熬夜 长时间会觉得很疲倦 或者眼睛会觉得很疲倦 那怎么睡都睡不饱 我们可以透过滑罐的方式 让他在生成的一些 病理性的表现往上浮出来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先 找到我们所谓的 肝酥的位置 当我们人的手 往下放的时候 肩胶骨下缘对道是第七椎 往下这是第九椎 第十椎 第十一 第十二 就分别就是我们的 肝酥 胆酥 皮酥 跟胃酥的地方 那首先我们可以先 刮痧一下 刮痧的方式就是 顺着我们的皮肤 呈45度的方向 你千万不要垂直 垂直患者会很痛 那45度的情况之下 其实轻轻地刮 你就会发现 其实它有些纱 马上就有一点纱出来了 对 那你看它的纱数在哪里 肝酥跟皮酥 还有胆酥的地方 这边也是可以 但它这个颜色应该算 还可以 还可以的 新鲜的肝 新鲜的肝 对 如果一刮是黑色的 表示说它长时间熬夜 再来就我们要看 它这样的一个杀症 多久之内它可以消退 当然身体越好 恢复能力越好 它的时间就越快 对 年轻人应该是很快 会比较快 对 确定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 放一些拔罐 这是我们常说的一个 萤火棒 萤火棒 对 手上拿的萤火棒 对 我们是沾的酒精 那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会把这个 萤火棒放在身体旁边 那以前像有年轻的医师不知道 他就直接会帮 会把患者的这种裤子烧破洞 哦 速度好快哦 对 所以套上之后 马上就放在正确的位置上 对 那其实拔罐它也是一种 诊疗的方式 哇 它除了是一种治疗方式 它是一种诊疗的方式 那借我们拔在我们背部 相应的肺数 这种速写上面也可以知道 它五脏六腑哪边是出问题 哇 好快哦 但是为什么它可以 膨胀的速度这么快 它是一种负压的原理 可以观察吗 可以 哇 真的好快哦 郭院长 很像那个车轮饼 已经煎好之后 翻上的那个速度 那你看我们拔了这么多罐子 你会发现 它其实杀症就会出现在 它肝胆脾胃胃素上面 肾素倒是还好 这个声音 很像那个急到球的声音 那一般是叫散罐 散罐 对 散罐就是非常快速的 那散罐之后 我们可以带一个滑罐 再滑罐 它的意思是代表说 它身上的毒素 透过这一滑罐被排除了 对 然后可以表现在表身上面 让我们知道说 它的五脏六腑里面 到底哪边是出问题 那么观察得出来 苦林老师平常 她的生活作息 是 你看 它的肝胆脾胃 都是这个颜色 对 我们同样一个力道 这样滑过去 它在肾素倒是还好 所以刚刚苦林老师 有说到一个重点就是 肾气虚不等于肾亏 肾气虚不等于肾亏 老师你不是肾亏 对 谢谢 很多人都听到肾气虚 大家以为是肾亏 其实是不一样 对 我们说肾气是一个人的根本 我们常常说一个人 到了一个年纪之后 肾气充足 耳聪慕名 表示一个人肾气充足 一个人肾气虚 可能长时间熬夜 疲倦导致可能会耳鸣 记忆力退化 怕能 手脚冰冷 甚至这种贫尿的现象 我们称之为肾气虚 所以老师目前 这一颗比较红的原因 我们说左血右气 表示它的问题 已经侵入到血分 血分 血分表示说它症状比较严重 所以难怪它除了这种 一般的肝炎之外 它还有出现肝囊肿 肝囊肿 对 有机可循 将近主婦是肺癌第四期 开刀 放疗 化疗 医生说你剩半年的寿命了 后来医师跟他讲说 你要转念 你要排怨气 什么是排怨气 很多癌症的病人 就是以为可以生活改变 或什么 有些像这种家庭主婦 他生活很正常 他吃蔬菜水果 然后就运动 什么 然后后来聊一聊 就是老公一直睡睡念 然后就是每天煮菜 什么都觉得没有成就感 所以就是很多癌症的病人 特别是肺下癌乳癌 我们慢慢发觉 那个产在心里的怨气 就是非常非常深 所以怨气大概都是跟家人 所以我们聊聊聊的过程当中 除了就是做化疗 放疗 以外 其实癌症的病人 最大心里的那个痛 如果除掉 大概病一半就是走出来 心情跟情绪 对 所以癌症第四期 严命的关键排怨气 就是心情 对 怨气大概都是跟家人 跟亲人朋友 陌生人不会有怨气 这样意思说 老公也是致癌物吗 是 非常严重 很多癌症的病人 我常常讲说 癌症的病人 最大的压力是家人 因为家人说 这个方法好 那个方法好 然后有些说 要去妙什么 然后他自己不知道 怎么去选择 去做后续的处理 所以我通常就是 跟癌症的病人聊的时候 先修理家人 先修理家人 对 因为比如说 有些癌症的病人 连家里的保健食品 都吃不完 这个有效 那个有效 然后一大堆 然后变成是压力 所以很多人就是 关心变成是压力的时候 癌症的病人 就是开始会对 像癌症 为什么这样子 为什么要逼我 然后他们已经 进入一个非常严重 很痛苦的时候 所以通常都说 运气改成感恩 或是体量 或是就是 替他的 心情做调整 我们来讲 静脉雷射吧 对对对 然后静脉雷射 是现在就是 我们在普遍 在癌症治疗 或是有些中风的 辅助的 非常很好的一个 通常就像 这种癌症的病人 他做化疗的时候 我们做静脉雷射 一个礼拜来到 两到三次 化疗的副作用 可以降到非常低 因为他是可以 直接改善了血液循环 活化那个立腺体 他就是光鲜的导管 对光鲜的 一个宏观 打在血管里面 静脉导入 对对对 从静脉导入 对 然后我们做了 静脉雷射以后 出去是 他开始会有食欲 想吃东西 好 今天院长 要加码一招 叫做砍怨气功 拉开脊椎 强化肺活量 千万不要提怨气 怨气是 自变成癌症 或是癌症的 非常一个大的杀手 所以意思是说 我们用正硬的疗法 就是说 运气贬正感恩 所以在西藏 有些大师在用 他们是用木刀 就是用木头的刀 就是一定要这样子抓着 就是要有一点重力 然后慢慢 这个上去的时候要慢慢 然后下去是要快速的砍 往前砍 对 就是这样子 慢慢运气把砍掉 这个 马步要蹲得很好 对 很稳 然后要左边右边砍 砍怨气 右边 对 心里需要默念什么吗 就是意思是说 你转换感恩 就是说比方说 怨气是像压力一样 就是说比方说 变成是一种习惯 我们来看 库林老师砍的动作如何 往前 用力砍 对 就是稳定 这边就是 及时针度 二脉都拉开的感觉 一定要记得先做暖身 所以我们说 打拳击是发泄的概念 把心里的怨 或是不爽的地方 砍到老板 如果我闹到我 找你 砍怨气 自己的心中的怨 不是对人的 不是说我心里念着普丁 然后这样砍 不是 不是自己的怨 自己对别人的怨 砍怨气 拉开脊椎 强化被火量 只要心一定 生一双 一下前天气就会滑通降 而且你不用费力 好 您先上Google 打黄敏宫三个字 会出现外丹宫 以及五指通心宫 来 理事长76岁 而且中气十足 76岁高龄 这样说您可以吧 可以 没问题 好 我们把时间往前推 在2008年那个时候 妈妈过世 那个时候有20天的 守丧期间 你严重的睡眠不足 而且心情很差 所以你整个免疫系统的防线 被病魔给攻破了 你原本就是一个 逼竿带圆 可是你控制的不错 可是因为兵临 急性肝衰竭住院 急性肝衰竭是非常严重的 那时候你的肝指数 正常值是40以下 一度飙到7300 在鬼门关前走一回 能先讲一下 那个时候你有接受治疗吧 刚开始进到急诊室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肝指数 就已经高达GOT5600 GPT是3900 那么医生认为我进得去 出不来 医生这样讲 出不去了 跟我家人这样讲 后来他们还是西医新的 帮我理疗 那么给我用最好的饱肝 也同时使用 那个时候最新的一个 抗病毒的药 叫贝勒克 那么这个疗养了五天之后 他发现我的肝指数 不降缓生 所以医生觉得已经 他说他尽全力了 可以去试着去放肝 那么这段空挡呢 我想闲着没事也没事 就想起了 那么练外担功的时候 有一事叫做五指通信公 五指通信公 那么这个五指通信公呢 简单讲 就是说 利用心力 也就是意念 那么让先天气 灌足你的五个手指头 也就是十个手指 跟十个脚指 让他指末梢 灌得脏脏麻麻 非常地充足 文字上面来看 很难懂 手指放松 长按指翘 掌心做九字 每个手指再做三字 有脏麻感代表说 气到手指同时要伴随微笑 气到大拇指的时候 嘴巴要微笑 到食指的时候 用意念让眉心微笑 再依序眼神脑胸微笑 各经脉通冷 身心自然健康 有点难 我立刻请师兄进场 这个五指通信公 非常方便 而且简易 好 听起来难 事实上很简单 坐 握 立 行 都可以做 而且效果非常好 他现在已经正在 进行中 预备式 预备式 很奇怪 有时候你不可以控制他的话 他还动得不停 结果你的速度 为什么这么快 理事长 这个 只要心一定 伸一松 那么我们练功久的人 一下先天气就会发动起来 发动起来的话 他是自动的 自动的动 你不帮他停的话 他还不停 而且你不用费力 气不喘心不跳 但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看你现在做说 眉心也要微笑 意思是眼神 我现在是发动预备式 就是算是一个 初阶起步 但是呢 练到五指通信公 那就是要用心 用神 用心力 那么让这个气 灌足 你的 这个十个手指头 的指墨烧 十个脚指头 的指墨烧 可是看他现在 就是躺卧在这边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因为 外丹弓的进气 一开始的时候 有动作 对 但是呢 到了最后 外表 是非常近 那么 内心非常虚 但是那个时候 气反而会在 你的 这个 十二条筋肉里面 动得好厉害 我请郭院长来补充 其实 您也建议说 多多少少可以敲打一些干筋 其实刚刚 理事长说的很有道理 五指通信公 它为什么跟肝有关系 主要是因为我们 五个手指头 它对应着我们刚刚讲过的 手三音 手三羊 那我们又说过 筋肉的循循 从肺筋开始 到最后走到胆筋 肝筋 又回到我们的肺筋 刚刚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画面里面 理事长在动的时候 我们发现 他脚也在动 对 脚也动的时候 其实你就在震发 我们肝的肝气 对 他手在动的时候 其实震发我们 手三音 手三人的气体 很多年轻人 他们在做街舞的时候 常常会有一招 这个动作 其实这是保肝的动作 你从底下这样摸 从我们的 足大指次 直端 一直往内怀 从小腿 大腿 绕过我们的阴气 到腹部的时候 上注意我们的肺部 接到我们肺筋的时候 其实整个都是 我们肝的巡形 那你说拍打的时候 其实最简单 就是帮我们的手 拱起来 很像一个这种 拍打的时候 其实沿着我们的这个脚的地方 慢慢地拍打 其实你会看到 非常多的跳舞都是这样子 对 其实也是一种拍打功 对 或者是说 我们帮我们的手 打开的时候 拍拍我们的肝筋 其实都是我们 像刚刚理事长讲的 你坐 卧 行 躺的时候都可以坐 所以其实我们常说 其实养生 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非常简便地完成 就是我们肠肝循环 所以把我的肠道的菌相 养好 在饱肝上面也是非常地重要 好吧 提醒大家 吃水果 而不是喝果汁 邀请各位朋友订阅 聚焦2.0 扫描左下方的QR 我们今天要讲 自律神经失调 据我了解 苦林老师有自律神经失调 所以他已经standby了 等一下有仪器介绍 这个个案是家庭主不失眠 他胸闷心计 自律神经失调惹祸 婚姻失和失眠 长期使用安眠 要看诊的时候 神情紧绷 所以他写了秘密麻麻 一大章的症状 胸门心悸跟莫名想哭 来我先请苦林老师主诉 那你的自律神经失调 是什么状况 老师 我主要原因是 失眠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办法 靠自己的能力去睡觉了 然后经常会无缘无故的 全身酸痛 但是去检查又没有说任何器官 或者哪个部位有毛病 后来最后才被一位医生诊断 是自律神经失调 一定要正向思考正面能量 这套仪器呢 院长介绍吧 这是一套HRV的一个检测仪 其实它的中文叫做心律变异性的检测 其实过名思义就是说 它是用来检测我们身体里面 自律神经的平稳性 也就是我们胶感神经 跟副胶感神经它的平衡状态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检测 大概可以知道说 这个患者 他的胶感神经跟副胶感神经 哪一个兴奋 哪一个又比较低落 那老师他的检测结果 现在可以得知吗 他这个检测是需要五分钟 好的 我们稍待一会 但是我们先来看 中医治疗自律神经失调 要宣布肾虚 今天怎么一直听到肾虚 因为苦林老师他就肾虚 所以你这一道邦子意思 他也可以使用 我们常说肾 足骨身水 这个水就是脑水 所以我们常说 一个人的视力不足 或者说一个人的这种耳鸣 或这种思考非常的这种混沌 我们说他就是肾虚 肾虚的人也会有 刚刚像苦林老师出现的症状 腰酸背痛 怕冷 耳鸣 或者像这样的一个患者 他来的时候 我们在门诊里面 最害怕看到这种患者 一来就带着一个A4给你看 对 症状 对 他给你看之后 他还要一个一个跟你问 他问完之后还跟你说 他去那里看完之后 意思是说他怎么样 吃完药之后 他要没有办法改善 所以我们常说 这样的一个肾虚虚的患者 第一个一定要补脑 补脑的话 我们第一个一定要讲到例子 我们中间就讲乙型补习 他可以入肾 那肾又常治 可以稳定我们的心治 那配合一个三药 三药本身补皮又易肾 那再来一个冬瓜 冬瓜它本身来讲的话 它有轻热对我的中 避免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药方 比较补肾的情况之下 不会上火 在此同时我们补充一下 我们平常要按肾书穴 肾书穴就在背后的 这两个红颜 对 肾书穴非常好找 它在我们的背部 膀胱筋的穴位 它是在我们的腰椎 第二腰椎 旁开一寸半的地方 那怎么找 大家可以双手放这样子 插腰放在我们肋骨 最后一肋的情况之下 我们大拇指靠到的地方 其实就是我们肾书穴的地方 其实就是以我们肚脐 为一个考量 往后到我们肃脊肌的地方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 肾书穴的地方 像平常你可以走路的时候 这样敲一敲 我相信我们很常 有这种状况 你腰栓的时候 你会这样敲一敲 对 或者是你扭扭腰 对 其实也可以动到我们的肾书穴 这样也很棒 对 好 或者当我们用暖暖包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贴在肾书穴的时候 你整个人就会温暖起来 也可以 来 我们来看苦林老师的结果 透过这样的一个HRV 心律变异性 五分钟的检查 我们大概可以把苦林老师的问题 揪出一二 从他的自律神经的总功能来讲的话 他是属于平衡状态 平衡 对 那他的交感神经也是属于平衡状态 但老师的自律神经年龄是偏低 偏低 其实不要以为说 低于实际年龄就是一个好事 我们说外表比实际年龄低是好事 但是自律神经年龄比实际的低 不是好事 原来是这样 对 表示说老师还是有一些 生活的压力存在 你看老师的阴阳是非常的平稳 只是说我们这个圈 如果能够越大 符合他这个40岁到50岁 甚至说老师这个年龄的话 会最好 表示说你处在这个年龄的人情况底下 你的各种生活的压力 或者是你抒压的能力 都可以处理得非常好 是不是说我到这个年纪60几岁 应该不会有40 50岁的人的压力 对 所以我这个年龄低反而不好就对了 这牵制到我们常说的 人格有分三型 老师属于非常典型的A型人格 A型人格 好 清楚明白 最美丽的营养学博士 吴云荣老师的新术叫做 肠道俊对了 身心就健康 其中老师你有讲到说 你在美国的姐姐 她天天把西瓜汁跟柳橙汁 当开水喝 她怎么喝的 只有说中度脂肪肝 对 其实我刚开始是没有 她没有跟我讲说她有脂肪肝 她来打电话给我 就说妹 我怎么全身都发痒 你帮我寄一些质养药过来 好 然后她也去那边看了皮肤科 那都看不好 然后过一阵子还有跟我讲说 妹 我得了 我好像去体检 我得了那个中度脂肪肝 其实我那时候 因为我不是皮肤科 所以我没有办法解决她养的问题 我就对于她的脂肪肝 然后我就开始去了解她的饮食 然后她就说 反正最近去超市 那西瓜在打折 就爆回来这样子 那怕坏掉就打汁 然后都放到冰箱 那我知道我那个姐姐从小 就不爱喝白开水 她喜欢就是吃一些甜的 她喜欢喝Coke 然后去没有想到她在美国 她就觉得说那个水果是健康的 她就把冰箱里面 就随时都有西瓜汁还有柳橙汁 那我就听了就要说 我知道了 你的脂肪肝是从果汁来的 所以你说喝果汁不等于喝健康 完全不一样 在我们来讲的话 现在果汁已经是含糖饮料 像这样一杯 如果再大一点500cc的柳丁汁的话 大概差不多6颗的柳丁 那我们大概记着一个数据 一颗柳丁大概两颗方糖 那所以你等于是在喝 喝的糖水 那现在我们都知道说 其实果汁里面它的果糖 其实对于肝脏的脂肪累积 其实是比你想象中的快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果汁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觉得我姐姐的 一定要适量 我提醒大家吃水果而不是喝果汁 吃水果而不是喝果汁 对果汁就是含糖饮料 大家要小心 您桌上有摆了四样食品 您提醒说四大最伤肝的食物大公开 必须要讲其中有一项 你知道吗 现场在座有一位号称是王一杯 是王一杯吗 查一下 是苦林老师 对 人家问我说酒量好不好 我都说我是王一杯 你只能喝一杯吗 我说不是 我是不管喝多少都还差一杯 听清楚了吗 生平就不知道喝醉是什么感觉 真的是有一种高手的寂寞 江湖上称我为独孤求醉 所以他是不是喝来的 有没有可能是 有没有可能 可是我刚刚问苦林老师说 你想吃什么 他说他想要吃香肠 可能等一下吃完香肠 就喝配啤酒这样子 其实酒伤肝这件事 应该大家都知道 因为其实酒精的代谢 其实都会经过肝脏 酒精它去累积脂肪的能力 也是非常地惊人 以我们女生来讲 一天大概不能超过10公克的酒精 那是什么样的概念 差不多就这样子的概念 就这样而已 就这样子 我像酒 啤酒 啤酒 啤酒只能喝这么多 差不多250细细 我死了 你是男的没关系 你是男的可以喝两杯 卫福部对男生比较好 然后可以20克它要两杯 可是有人做研究是说 如果我们女性同胞 连续喝这样4杯 每天这样喝 大概5到10天 就开始有脂肪肝会出现了 所以真的要小心 因此营养师推荐说 优格综合蔬果核桃沙拉式 护肠饱肝的 它的食材 对 没有错 其实我们要把脂肪肝拿走的话 其实我们要吃大量的蔬菜 我觉得 而且那个蔬菜 其实要 蔬果都要抗氧化能力很高 还有就是说 肠跟肝是连在一起的 因为我们肠的话 健康的话 其实会影响到肝 所以我觉得 从肠道的菌相来去抗发炎 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今天就提供了一道 非常简单的叫做优格 就是综合蔬果核桃沙拉 因为所有的蔬菜水果 都是抗氧化能力非常好的 再加上我用优格 我不要用糖 因为优格里面有好菌 把我肠道的菌相养好 当肠好的话 其实我们的肝也会变得比较劲 自然就好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肠肝循环 所以把我的肠道的菌相养好 在饱肝上面也是非常地重要 好棒 生命以后喝得很少 对 所以目前是没有脂肝肝 也没有经胃化 很好 早上起床以后 可以帮你整个都把它打开掉 观众朋友建议您测一下 肝癌危险量表 主人意思是说 这个风险分数 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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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大于9 要接受抗病毒药物的治疗 所以 马上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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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林老师的分数是 9 怎么算的 以前认为说 要有 慢性肝 尤其有肝硬化的人 才有肝癌风险 最新人就发觉 这些相对健康的代言者 就是没有肝硬化 没有明显肝硬化的人 还是有得到肝癌的风险 40到49岁的风险分数1 大于50岁是5 如果是男性是3 有肝癌家族史是5 有没有病毒量 这个部分是1 所以如果超过9 就要接受抗病毒药物的治疗 如果是大于8 就是肝癌的高风险族群 所以苦林老师的肝 他必须要接受 抗病毒药物的治疗 现场这个仪器 它叫做肝脏症波检查 它可以及早地揪出肝纤维化 它的准确率高达8成 这准确度大概有8成到9成左右 这么高 对 然后现在这个仪器相当方便 是因为它现在有那种可期待式 然后我们在一些社区的筛检 也相当方便 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检测 而且它是不会痛的 没有伤口的 大概5分钟内就可以得到结果 所以在一些B型肝炎的病人 要用药的指引的时候 都会建议用肝腥瘟的素质 来讨论说 是不是需要用药物 我要请博士来分享一段 妈妈说她的肝功能指数 常年都偏高 后来你请她吃无糖的优格 对 降下来了 其实我妈妈的肝功能指数 就是一直偏高 可是看医生 医生说没关系再观察 可是我妈妈就是那种很神经紧张的 她每个月都说怎么样 现在到底素质怎样 我也很烦恼 后来就是也是因为我在筹备这本书 我大概看了很多书 我就知道说 那我是不是应该从它的肠道菌来下手 好 那所以就是我就决定说 妈 那你就来喝喝无糖优格 为什么 第一个有好菌补充进来 再来就是我妈的骨质疏松 所以有钙质 肝脏要好也要好的蛋白质 后来我妈大概喝了差不多半年 十几年来的肝功能 指数比较高的现象进来下来了 所以我觉得肠道把它顾好 的确是饱干的一个好方式 所以博士还推荐说 可以吃纳豆泡菜猪肉海苔卷 这个是特别为苦林老师带来的 真的喔 对 因为苦林老师不是有那个外号 就一定要喝一杯吗 喝一杯 对 因为今天的这道菜是 很好的下酒菜 对 因为在喝酒的时候 其实对于肠道的菌相是非常地不好 因为纳豆泡菜 其实它有蛮好的一个好菌 再来就是说瘦肉把纳豆跟泡菜 卷在里面 瘦肉维生素B1 可以帮助酒精的代谢 所以这样子是一个很 很适合配酒的下酒菜 来 去帮我买酒 现在肝纤维化的结果是否出炉了呢 对 我们刚刚已经帮苦林老师做检测 他的肝脏 相对来讲像是健康的 健康 对 因为我们肝脏纤维仪的素质 是在7以下就没有纤维化 苦林老师是6.6 他是没有肝纤维化 我们的肝纤维仪还有一个附带的功能 可以测脂肪肝 肝脂肪一个定量素质 苦林老师是183 在220以下也是没有脂肪肝 所以我相信苦林老师应该最近这几年内都没有喝酒吧 生病以后喝的很少 对 所以目前是没有脂肪肝 所以真的有差 也没有纤维化 很好 黄敏工理事长要教两招非常简易的居家外担工 现在其实他们的双手已经慢慢的在抖动了 蹲伸甩手 好 早上起床以后 这一次那么可以帮你把所有的肌骨 肌背腰背还有肩背 整个都把它打开掉 你站起来的话会非常的保险 要不然的话年纪大的人 那么尤其血压高的人 或是这个有最先盘突出 早上起来那么很容易会出状况 那么一起来以后如果做这一次 我觉得很不容易76岁理事长可以这样边做边讲话 我可以在四五节的关节的地方 那么上打肌骨肌背肩背 下打威力 可以把它拉开来 理事长第二招我们可以继续吗 叫异臂足鞘 一妙弓 顾肠胃的 把我们身体的手太阴肺筋把它展开来 其实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增加我们的肺活量 那我们终于又说 直到聚焦2.0FB点赞 直到聚焦2.0FB点赞 谢谢大家